曾是TVB花旦,跑去上海当公关。如今暴离潮原因。 艺人向海澜1998年参选港姐,顶住饲料冠军头衔入行,曾参与多部剧集演出,直到2008年她告别娱乐圈,转行当公关,近日,她在接受电台访问时重谈,当年选择离开无限的原因。 话说,向海澜在入行后曾参演过许多经典作品,例如金庄四大才子,七姐妹,杨贵妃,无头东宫,胭脂水粉等。 向海澜在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道,2005年开始拍剧工作大简,她曾试过四个多月没工作,在和公司开会讨论会后,公司安排她出演新剧。 他们说因为我,加了很多剧情给我发挥,但是我接了之后,才发现要演一个公司高层,开会我就坐在那里,不是一个有发挥的角色,就像一个普通职员那样。 直到2008年,向海澜告别娱乐圈,在朱玲玲的介绍之下,她到内地担任公关工作。 近日,她在金兽访问时重提离朝仪式,向海澜说道不介意演配角,但是希望自己的角色是重要的角色,在最后一部剧,我从主角变配角,这是其中一个令我不想再留在那里的原因。 其实,我不介意是不是演主角,我觉得只要我的角色在一套剧里,有影响力那我就很满意了。 曾经有部剧从主角变配角,她至今也不懂为什么公司会有此安排,当时真的觉得,他们不断给我不重要,或者不讨好的角色,我自问是一个挺有礼貌的人,我很好奇公司为什么有这样的策略,真的要问对方才懂。 就因为她觉得公司和自己的步伐不一样,所以选择分开。 再问她关键问题,是否有意思回潮?她仅回了一句,有兴趣了解新电视台。